随着南宁市生活垃圾分类正式迈入强制时代,市民家里大建垃圾应该如何处理呢? 日前,记者实际探访了南宁大建垃圾处理中心。 南宁三堂大建垃圾处理中心项目于2020年3月投入试验型,项目位于南宁市三堂大型生活垃圾中转站转运大厅一楼车间,站地600平方米,总投资约1000万元,设计每天处理规模可达100吨。 作为南宁市垃圾分类配套的首座大建垃圾终端处理设施项目,项目主要负责接收处理从生活垃圾中分出的一类家具,主要包括床架、沙发、椅子等。 记者在三堂大型生活垃圾中转站转运大厅一楼车间看到,工员们把运来的床架、沙发、椅子、床垫等大建垃圾分批送上传送带,进入破碎机分解成碎变,之后碎变传送至磁悬机中,把铁丝、铁钉等金属材质自动分选出来,进行回收再利用。 其他碎变则通过压缩后送入转运车辆,作为原料运制焚烧发电厂焚烧处理。 采用的是机械破碎分解加焚烧发电处理的一个工艺,设计处理量是100吨每天,实际我们现在处理量的话有10多吨一天,因为现在的话来料还是比较少一些。 金属这边的话占大间垃圾重量的5%,这部分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。 工作人员介绍,因众多市民不知道如何处理大建家具,目前大建垃圾处理中心尚处于吃不饱状态,目前公司正在设计一个网上预约平台,届时市民可通过网上预约告知大建垃圾的重量以及路程,确定收费价格,平台投入使用后,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民处理大建垃圾的难题。